第三个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请认清自己 什么叫请认清自己 其实我从事命理行业这么久 我拍影片也拍很久 我拍影片也拍了差不多5年 然而在这5年里面 我遇到很多所谓的网路酸民 坤子总是会来说 我们叫做骗子 说我是骗子 说我讲的是不说八道 各位 他们一定是认为 他们自己懂得比我还多 了不要解 他们都认为他们自己懂得比我还多 但是我还是会叫他 请你认清你自己 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并不是刚出道的命理师 时间过得很快 今年是我第九年当命理师 明年就头一个十年 明年就是头一个十年 也就说 跟各位讲 我已经失业九年 我失业九年 而且我是职业命理师 而我的职业命理师 跟各位所认知的职业命理师不太一样 我纯粹靠批命 还有教学 我是没有在卖产品 我并不像有一些 在那边卖开运物 赚的盆满钵满 这个东西我不卖的 也就是说 我只卖的是我的专业技术 还有 我的知识 这是命理界里面 最难走的一条路 各位 请你听清楚 这是命理界最难走的一条路 而且 我也没有在打广告 我没有在花钱在那边打广告 FB以前可能还会 现在都不会 FB上花个小钱 打个广告 让大家看到 可不可以来找我学八字 这样子 现在我根本不做这种事 也就是说 在这九年里面 命理师该碰到的事 我都碰过了 而且在这九年 各位有一些比较早期 就认识我 会发现到 老师妈的越来越好 各位 一个不卖产品的 他就只有天天在跟你讲八字 天天在那边给你做直播 他要干嘛 其实我当时候在拍影片 还有做直播的时候 我的心态是 这些东西 要做给我学生看 因为我学生 早期的跟我四堂课 中期的跟我五堂课 他们所学到的都是我的技术 但是我的观念 他们不知道 所以我拍影片 让我的学生去看 当然你知直够的一般网友 你看我的影片 你能够学就学去 我也无所谓 L你好 因为我的初衷就是 要给我的学生去了解 你的老师他是什么看命理 然后让你们知道 你们的老师依旧还是那个老师 没有改变 而我还有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 要把五行派推广出去 所以 各位都知道 五行派 被传统命学攻击的很严重 总认为说 五行派他就是一个骗人的派 我跟各位讲 我们 是可以批到日子 也就是流日 你可以批到什么 你跟我讲 你可能连个大运都批不准 我们可以批到流日 流月 这些东西 所以 我是专门靠批命跟教学为生的 所以我的实务经验 非常非常多 我不会卖你产品 因为我卖的是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的实务经验非常的丰富 在这一种情况下 很多人在我的底下留言 他们看了我的影片 他可能不认同五行派 所以就用他们的观念 在那边的奚落或者是攻击 我先跟各位讲 你的水平跟我的水平差距很大 不要用你那一点点的批命水平 来跟我讲 我看到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 你根本就不懂八字 你为什么留这一种八字 留这一种的话 各位你要先了解 我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五行派的观点 当然风水 我们不要讲 就八字 全部都是五行派的观点 很多人总认为 在拍影片人的下方留言 吐槽他 把他吐槽赢了 就表示 你比我还厉害 了不了解 答案不是 是看妈的我要不要屌你 了不了解 是看我要不要屌你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对于一个派别 你不认识他的时候 你不要 你不要 就直接去侮辱人家 你要知道 人家是怎么批命的 你自己的水平在哪里 你假如不认清这个 你就会跟一般的网友一样 留了一大堆自以为是的留言 实际上 只是凸显了 你自己根本就很无知 我会一直在拍影片 我会一直在做直播 原因就是在于 我想要把五行派推广出去 为什么 因为各位 有很多人学了八字 结果被八字所害 重新再来 各位 在我的学生里面 也有这种 KL你好 在我的学生里面也有这种 我的学生应该超过五六百个 因为 9年 每年差不多 我都会教个三四十个 应该快五百 我也不知道 不管 也就说我学生很多 所以这一些学生 各位 这一些学生 有些甚至是职业命理师 也就是说 他在帮人家算命的时候 用的八字 他出问题 他不敢用 来找我 学八字 而这种情况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 各位 当你们学了八字 你们要去实证 而不要老是拿自己的八字 来验证 说八字 完全不对 很多人学了八字以后 他完全不去批命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水平在哪里 总觉得他所学的就是对的 别人只要观念跟他不对盘 就是别人错 各位 并不是 因为你自己根本不认识 你自己所学的 能够有多少的实际情况 今天我的学生 他 就把他的八字传给我 然后他就说 他身体不好 他认为他应该什么时候会变好 可是事实上并没有 我看了一下他的批法 各位 我看了一下他的批法 我只能说 他已经不会批八字 我就跟他讲 你跟一般网友差不多 因为你根本不会批了 我没有教的东西 你都乱批 可是他还是认为他会批八字 各位 多少人就跟我今天这个学生一样 完全批错 而不自私 为什么会批错 因为没有在验证 没有在验证 所以根本不知道对错 我天天在批命的人 我当然不会要求我的学生跟我一样 但是 你最少最少 你不要在学习的时候很认真 学完了以后 就当做知识而已 要实际的去批命 我不管你批多批少 最起码你会有验证 你才会真正的认识 什么叫做八字 同样的 这是我学生 有多少人 他是看书学八字 所以他的观念完完全全是不正确的 他自己知道吗 他不知道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会自认为他也懂八字 就很像今天我的影片下方 就有一个人就说 你所讲的这个八字 你所讲的这个八字应该有丙心河 依照五行派的标准而言 他妈的你的五行派是哪一派的 各位他这样跟我讲 依照这一个 是对不对 要丙心河 这个是五行派 依照五行派的规则 妈的你的五行派是哪一派的 你跟我讲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很多很多人根本就是乱扯一通 我把他 算算算算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多少人都是这一种 自以为懂八字 实际上完完全全 都不懂的 Devitt你好 有丙心河 依照五行派讲的 各位 五行派这样可以合吗 五行派这样可以合吗 你合给我看 我学生假如这样合的话 不被我骂惨 帮我输你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什么 不懂 装懂 就会这样 了不了解 而这种情况 非常非常常见 你们学的这一种的东西 那只会害死人而已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就是说 现在就是 很多人 因为资讯比较发达 东学一点 西学一点 然后 学的乱七八糟的情况 然后又自以为真的懂八字 然后看了人家的影片 就在那边自以为是把自己当做老师的 在看说影片这个到底 是不是说错 是不是跟他观念不一样 跟他观念不一样 就要在底下留言干给别人 你算老几 你算老几 还很像很瞧不起职业命理师 我简单的讲 很多职业命理师 比一般的人 要好过得多 你的水平很高 你的学术很好 大家应该都要相信你 那你应该要走这一行才对 那你为什么没办法走这一行 还天天看老板的脸色 还在那边 我上班要迟到了 赶快 不然老板会扣我钱 为什么你是这样子 你不是八字很厉害 要来当命理师 钟荣毅八字不厉害 骗子 那问题呢 他走这一行走了多久 走了9年 他怎么还没20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什么 差距 这就是差距 所以我一直在跟各位讲 你们一定要真的去实证 透过实证 你才会真的了解 你是不是真的懂八字 而不是都只是 纸上谈兵 那没有用的 就像今天我的学生一样 真正要用到八字的时候 完蛋了 自己开始在乱批了 当然 我笑一笑 我说根本就不是像你所批的一样 你根本就乱批一通 靠自己想像的 难怪你批不出来 难道你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跟一般人一样 等到自己出了问题 又开始要去 找人的时候 问那个问题 我连看都不想看 他怎么问 他把他的八字给我 然后说 老师这个八字身体不好 要怎么看 怎么看 你自己都不批给我看了 我还帮你看 我说 你不是跟一般网友一样吗 我的八字在这里 老师帮我看一下 你不是跟这种网友一样吗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平常没在批命 用到的时候 不会用 同样的道理 平常自以为在学八字 结果真正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那怎样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事情都发生了 所以很多人 学了八字二三十年以后 他才说 学八字才知道 八字根本不准 为什么 因为你之前根本没有验证 等到你要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来不及了 小八姐 来不及了 像我们这一种 批命天天为主 而且我还会 还有给客人 回来的时间 你假如有碰到什么问题 赶快来问我 我来帮你看八字 我会看 是我批错还是怎样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知道说 我会怎么 我的批命的水平在哪里 所以 各位要特别清楚 你们要真的去实证 不要跟一般人一样 学了一点点皮毛 就想要证明你比别人厉害 没有用 了不了解 没有用 你证明你在网路名声很亮又怎样 你在现实生活中 还不是上班族 干嘛看老板的脸色 你跟我一样吗 我就这样问你嘛 你跟我一样吗 没有人管我 对不对 我还可以选客人 我还可以对客人大小声 对学生大小声 你呢 可以吗 上班的时候 看老板脸色 老板在骂人的时候 你只能够少 少细理 这给我站好 对不对 生怕这个工作不见 我呢 少收一个客人 我又不会怎样 这就是差距 我简单的讲 这就是差距 所以 为什么我对那网路喷止 我根本都不屑一顾 为什么 你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咖 对不对 在现实生活中 你们想要借着 你很努力 怎样 我就有那个 网友看了 然后 看了我的影片 然后每个月他就把他所看的影片 用成什么PDV档 然后传给我 我连看都不看 为什么 你说你很认真 你把他整理成笔记给我 问题 对我有帮助吗 难道我五行派比你还不熟吗 我需要这些你的笔记吗 而且你还不是我学生 里面你整理的东西 有100分都是对的吗 结果 我这样子问他 然后他就跟我讲 老师最起码证明我很认真 他认真跟我屁事 各位 你的老板会因为你很认真 然后到最后出错了 没有关系 你很认真 会这样吗 你老板都帮他看结果而已 管理论不认真 对不对 所以不要把努力论 拿到我这边 努力都是别人看不到的 了不了解 就像当时候我在努力的时候 有谁知道 但是我假如连个五行派都搞不出来 谁会鸟我 同样的道理 对不对 所以 你不要跟我讲你很努力 你很努力在学习 我要看的是结果 所以这就是现实 很多人很努力学了八字 学了一辈子 到最后不能用 有屁用吗 所以各位 这就是 我要跟 这一些所谓的 自以为是的 网友跟你们讲 你们假如很厉害的话 你今天是不会看我的影片的 就很像我不太看别人的影片 他讲的东西 我一听就知道了 我用五行派的观点一看 是不是就这样 ok 观点不对 跟我不同 就算了 对不对 我也不会刻意的在他底下留言 你这样批不对 干嘛 神经病 这个叫正义魔忍吧 我也没有那个美国时间 干那种事 对不对 你看我时常跑台北 那我跑台北在干嘛 去那边玩的吗 去那边教学的 你还表姐 闲着没事 我当然希望在家 在家轻松愉快 对不对 做完直播 东西收一收 啪 后面就是我的床了 对不对 早上几点起床 对不对 都看我心情 但是我不会睡很晚 大概5点半 5点40我就起床 快用一用 今天早上拍影片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客人 有没有学生 就这样子 所以各位 你们要知道 我 并不是那种刚出道的命理师 你不要看我这样子 我也出道了9年了 也就是 我跟那个二三十年 职业的命理师 差不多差不多了 其实你只要能够职业5年以上 其实 你就是一个独立了 为什么 因为 所有命理师应该会碰到的事情 你都会碰到 你 只是 职业的比较少年而已 不代表你不厉害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我完全只靠我一个 我并没有所谓团队 你不要以为 我后面有什么团队 你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文章 所有的影片都是出自我的手 而且没有任何人经手 从头到尾 只有我一个人 各位 我后面没有团队 就只有我一个 所以 我希望的是 我教出来的学生 他们也可以独立 这样子 有好多个五行派的老师 去传达五行派八字 这样子力量才会强 毕竟 中荣医的八字 你们都知道 破财破关 桃花也不行 那名声也不行 唯一就只有一个食伤而已 但是这个对于要推展五行派 他是有困难的 了不了解 他是有困难的 推 推不管 为什么 因为没有名声 没有桃花巷 所以唯一只有靠食伤 各位 食伤也是生财的工具 但是毕竟他是比较辛苦的 食伤跟财的差别在哪里 今天 我直接给你100万 跟我教你如何做生意 你去赚100万 谁比较轻松 各位 这个就是财跟食伤的差距 财就是人家直接给你100万 轻松愉快 钱来也 食伤 你给我去赚100万 各位 那偏偏我没财 只有靠食伤 所以我很辛苦 但是无所谓 我的学生 八字比我好的 他做的就比我好 我会觉得他很差吗 你怎么可以超越我 我会嫉妒他吗 不会嘛 为什么 我自己的八字就那么烂 我们就只好乖乖的做我们该做的 我只希望说 在我有生之年 最好有200个妈独立的命理师 都是五行派的 然后去传播五行派的观念 让五行派成为八字的显瘸 最少最少也让妈传统八字 知道他的问题在哪 这就是我的目标 所以我说过我会做到我无法做为止 但是我今天突然真的感觉到 真的体能没有那么好 我甚至连那个字 我已经老花了 我知道 可是我今天在看字 完完全全都是用猜的 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在快速老化 也就是说 各位 你们可能会时常看到老师就会休息 毕竟来讲人是会老的 这样子跟你讲 我也45岁了 我并不是30几岁的小伙子 各位 所以我还趁着我能做的时候 我尽量的去做 因为我有一个梦想在哪里 了不了解